这件斗篷如果你不买 这个冬天你绝对会后悔 它呢从头到尾 从领字到下摆 到整个大小的考量 跟面料的定制 全部都是牛牛亲手 一人包办的 真的是质感好 然后又保暖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两千块的价值 如果你在韩国店买 它真的我觉得大概要 两三千块跑不掉 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子 包括我选的料子 我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真的很好看 而且呢它其实不挑人 就是牛牛只是戴一个牛仔裤而已 就可以了 斗篷可以藏住肉肉 又有型哦 但是斗篷唯一有一个缺点 就是外套不好穿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是牛牛讲过了 你可能只能在里面 多加一些保暖的衣物 然后套一件很大件的外套 就可以了 你看它的领子 你看它的延展度 牛牛呢做这件照片的时候 我就决定 我的布料毛料 绝对要选最好的 它是包心纱面料的针织面料 所以在延展度不用担心 这一款呢 不管你有多胖 全脖穿得下 甚至运妈咪 通通都可以 它虽然很宽大 但是你们会发现 穿起来一点都不胖 而且还很有腰身 很有型 帮大家盖住屁股 不用担心哦 这一次呢 侧面帮大家做交叉交叉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完全没有露到什么 就露一个洞 两个洞三个洞 它是灰色 而且它是有点混花灰的 都超弹 超级弹性的 然后侧面做一些小小的造型 希望斗篷不要那么无聊 如果你真的想穿外套 我建议大家搭那种很大的军装外套 因为毕竟斗篷手绣卡卡的 它不能穿外套 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穿黑色超时尚的 一样哦 牛牛选的布料 大家不用担心 我真的是亲子 飞去工厂选的 举手OK啊 没有问题的 我跟你讲 斗篷的部分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谢谢大家